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书为您带来的刀牌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液体对战VPBO3的第二场比赛 还是2018年DAC亚洲要请赛的淘汰赛 首轮比赛 我看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阵容 借用双方VP的时间吃了个饭 液体这场比赛拿出的是伐木机加德鲁伊加剧毒 也是许久未见的一个Miracle的伐木机 有些日子没见着英雄了 这场比赛VP则是拿出了一个帕克加TB的双大哥 No1的帕克 然后拉米西斯的TB 在酱油位的位置上选择是拿出了 牛B的一个萨尔纳加神器 在最后一手是还是拿出的是一个老陈 上场比赛其实老陈的发挥没有太大的毛病 这里Miracle要一个E也空了 看看这样比赛 这样比赛现在在中路 中路这里solo一上来是绕到了后排 想去杀这个鸡 明显是想杀鸡的一个打算 但是这个地方杰鸡的神牛逛过来了 solo这里绕出来以后也直接给上一个电 一个电加上一个平A 想杀鸡的计划失败了 这样的话 No1在中路一上来是顶着MiracleA了半天 这个扛兵线给平A是什么战术啊 你们这两个人加起来魔法输出 也就是打个200出头 打不动啊 根本就 那么分路方面下路 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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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老陈这里直接TB回家了 那么TB在下路是老陈去保 但是这一只的神牛呢 是在满世界的逛街 sr是给上一个电 接着给平A 不断的去消耗这个Miracle的一个血量 在Miracle达到三级之前 没有二级皮 他的这个一级皮 能够所带来的一个回血速度 还不够出色 感谢猪尔出奇迹的饭团和猪尔ZZ 呃 奇迹出奇迹的饭团和猪尔ZZ的车票 看车行了 对不住对不住 看车行了 这样比赛 帕克在中路呢 利用这个 帕克这个利用自己萨尔的帮助呢 也是强行的把自己的一个补刀 占了一点点的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挺虚的 说别播了继续聊吃的吧 别闹了 吃的得聊一会儿都行了 聊一会儿都行了 这里剧毒 这个地方应该是死了 给上一个网 再加上萨尔的一个框 这里VP是拿到了一血 VP拿到一血以后 这一只的神牛过来去欺负欺负这个solo的萨尔 solo的萨尔这波很有可能要直接被锤死了 我感觉 这一只这波是跑得很快 哎这个板给的位置有点尴尬 自己是没办法去抢 而且呢还把自己给封住了 这是这个这个神牛的板 我每一个板必然会封住一个人 不管是对方还是自己 对方的人还是自己人 实在没得封了 我封住我自己 感谢猪尔ZZ的大龙虾 非常感谢摸摸拉 大龙虾 又是一只大龙虾 看一下萨尔落地 给上一个垫 直接打断对方的小蓝 然后这里可以给上一个框 没有框住神牛 自己被Main Control的这个剧毒给点了个爽 这样比赛的阵容呢 比较有意思 这个液体是拿出了一个三盒 其实他已经很少拿三盒了 现在 液体最近打三盒比较多 神牛又是一个板 我每一板必封住一个人 不管封住的这个人 我能不能打得过 我都要封住他先 这波是打过了 这是赶紧果断的一个大药贴出来 由于TB过来支援的时间太晚 所以这个大牛是 神牛是成功的逃生 但是Main Control的这个剧毒怎么办 是个问题 剧毒这波别意思了 这里帕克又是被Miracle给干了个爽 干了个爽 这里再接着去消耗 现在双方的认同方面呢 VP是2比1领先 补刀方面 帕克第1 帕克第2 德鲁1第3 TB第4 小那加第5 这场比赛 9%打的是一个3号位的小那加 你神牛又是一个板 又封住了一个人 拉米西斯给上一个减速 但是自己被这个剧毒 已经用减速粘上了 那么这样的话 拉米西斯是很难跑得掉的 很难跑得掉啊 很难跑得掉 但是由于TB这个英雄呢 一个是移速比较快 另外一个是回血比较快 所以他还是死了 神牛呢 最后是被solo支援过来以后带走 但是MyControl的这个剧毒术是有凉了 老陈子仨了两个人支援过来以后呢 等于是拉米西斯完成了一波一换二 但是拉米西斯的经济 确实是被干扰的比较严重 大叔聊聊点喝的吧 喝的我还真是不懂 因为我从来不去酒吧这种地方 夜店也基本没去过 所以对喝的东西是不太懂 给上减速 一个恶劲别适 钉回来 Crokey这个位置应该是凉了 这个剧毒还不走 你这个不走是为什么呢 麦克修 这波最后是被solo直接给垫死 那这样的话TB能拿到一个人头 老陈一个传送 直接把自己队友的一个萨尔传回家 那么萨尔可以回去 美滋滋的回家就补一波状态 80年的酸梅汤 这个太贵 可乐 可果可乐还是白事可乐 可爱情 我其实挺爱喝红酒的 但是呢我不懂 一点都不懂 家里亲戚有一个是 做红酒这个营胜的 但是呢 也没时间跟人家请教 自己是一点都不懂 所以就是一般都是家里边 别人 有的人可能往家里边 逢天过节送点 我爸妈不喝 我就拿过来自己喝 看下这波对于 Mirko的一个击杀 这个Mirko已经是出不去了 出不去已经是肯定的了 如果他选择强行拉断的 这个梦境的话 他的会停在梦境 断裂的那个位置 就是他如果用这个 咱们巨链去勾走的话 都会停在那个位置 被定住 大叔爱喝八十年的豆汁 八十年的豆汁 陈年刷锅水 这波Solo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应该是要被冻住了 TB赶过来以后的攻击目标呢 是要去杀掉这个Mirko的一个剧毒术士 这个剧毒这边递回来一下以后呢 TB再追这个A 应该是追不上 应该是追不上吧 这个位置 但是还是成功的换掉了 对方的一个剧毒 这样的话 Roger和这个Solo两个酱油 是在不断的在上路 跟这个剧毒去互换 那么也是让剧毒 现在的经济其实非常差 只有17个正步 5个反驳 而且死了5次了 已经 已经被对方击杀过5次了 所以Roger又是一张TP GH因为现在只有2级 2级的时候 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这个 被动加上一个强化图腾的 除非你是这种主力牛 一般主力牛可以这么打 一级都是不加版 给上沉默 PAK又是一个大招盯住 两个人的输出似乎是有点不太够用 PAK一个法球出来 MIRKO还在用自己的大招在硬扛 MIRKO打一套技能 再接着跑 两个人伤害 真是有点不够 再一个电给上 PAK下一个法球的CD 应该已经快好了 这里躲开了吗 这个没勾上述 没勾到 想了大家赶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网 MIRKO这波EV3 EV3差一点点能够反杀掉的一个PAK PAK过来正好看到一发隐身符 吃了美滋滋 但是现在从整体的一个经济上来看的话 德鲁伊目前是一个无解肥 有4200多的一个经济 这里PAK非常非常灵巧的 利用自己的一个法球 扔出一个法球 然后利用老陈的一个传送 回家补给 把瓶子灌满 然后利用法球再传回到线上 等于是一波零损耗的 回家补给犯瓶子的操作 还是非常6的 上路这里恶念片是 丁怀一个AA TB给上一个减速 但是TB这个时候的变身 在CD神牛把球过来 还是找AA 神牛一个板 我每一个板B封住一个人 这波成功的封住以后 但是这个剧毒又死了 上路在不限的在打架 那么双方人都说已经来到了一个10比3 VP领先着7个人头 但是VP现在在经济上面是落后的 经济上是落后的 感谢概率优势的车票 还有便当 诸人ZZ的10个便当 非常感谢 摸摸哒 按照大叔的理论 德鲁伊毒肥是没用的 是的 德鲁伊毒肥是没有用的 射击德还稍微好一点 这个Miracle 哎 老陈一个传送 直接传回去 Miracle依靠着自己超高的一个护甲 扛下来以后 Roger自己感觉照亮 想大家开大过来以后 帮助对方这个Miracle的伐木机 回回血 回回血 回得美滋滋 这老陈是 老陈好在临死之前用了一个 召唤这个自己的宝宝 拉米西斯在上路又是被毒了个爽 找自己的幻象 换血 nice 拉米西斯的这个操作还是有点溜的 他是提前招出来一个幻象 提前招一个幻象出来以后 在自己的血没有空之前 招一个幻象 然后用幻象一直跟着自己 跟着自己的情 在自己没有血的情况下 直接去跟幻象换血 萨尔这一个筐 筐住对方两个人 但是后边神牛又来了 神牛这边又是封住了一个人 老陈过来给上一个赎罪 但是德鲁伊赶到了战场 这波又是没法打了 现在德鲁伊的经济已经来到了5600 目前就是看这个伐木姬的经济 如果说伐木姬的经济起来了的话 这辆比赛加上后排占一个德鲁伊 那这辆比赛VP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推平 伐木姬如果能再去杀他个十来次 那么这辆比赛对VP来说还是有希望能赢的 大哥这里给上陈墨 一招踩两招踩 然后再加上TB的输出 这里给上一个网 捡上护甲一个法球 又是杀了一次这个伐木姬 这辆比赛只要把伐木姬的经济限制下来就可以了 这辆比赛因为Manker他的剧毒术士这个英雄 现在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是崩了 我只要不让你伐木姬肥起来 我自己的大哥能有两个点能发育起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辆比赛9%的这个小男嘉也可以考虑去做什么 也不是只能是做这个隐形锤啊 愿意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些这个输出装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伐木姬这个问题 如果Miracle的这个经济能够排进前三的位置 排进前三的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TB和帕克以及小男嘉这三个人 有其中有两个人不如这个达木姬肥的话 那这样比赛就真的很难打 这个德鲁伊 德鲁伊 德鲁伊这边被击杀以后呢 Manker的这个剧毒术士又是每一赠一了 每一赠一以后老陈一个传送 老陈这张TB直接传回家里面自己 这波是抓了一波零花二 人头数是14比5 VP这场比赛是前期不断的在跟对方去打架 等于是突然间回复到了这个早期的一个VP的打法 但是Miracle的达木姬还是已经做出来了自己的一个挑战童心 而且经济方面跟TB差不太多 那这场比赛确实VP凶多吉好 那讲到 确实是有点 这个轻和极少的感觉 因为这场比赛这个达木姬解决不了的话 你没法打的 这个发木姬要是这个表 萨尔这个框 框有点瞎 恶念P式呢 萨尔没有恶念P式吗 有恶念P式的刚才为什么不给恶念P式呢 电都给上了 不给恶念P式 还是打算把这个恶念P式留着 等一等 等自己的大招CD赚好了 再去 再去用 发木姬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顶在前面 然后带着自己的四个队友去打架 等于是Miracle在拿到发木姬这场比赛所采取的一个套路是 他代替了之前这个马桶的一个位置 之前这件事情是马桶在做 现在是他在做 然后马桶跟他等于换位置 马桶去查钱 小男家这块直接开大 往后留人 我不理你的发木姬 我直接去后排找别人 神牛在这个板的位置的话 应该是很好找 萨尔的一个框大过来 直接先秒掉一个剧毒 发木姬给上一套技能以后 并没有能够杀掉人 那么发木姬这时候就尴尬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直接被TB给A死 哎你这发木姬还上来送 喜欢上来送啊 你这个发木姬这拨 这哪有往TB脸上转的呀 往TB脸上转 对方这帮人直接给上了一个赎罪 想让他给上一个减夹 你扛不住啊 一拨 换了一拨 送了一拨零换三 送了一拨零换三以后 TB回到上路 但是上路的一盒塔 还是被德鲁一已经拔掉了 帕克这个地方是用F躲掉 对方的胀气 但还是要死 中了一个大招 再中上一个寒霜之足 神牛过来拍个地板 然后Kroki最后拿到这个人头 罗瓦的大卡特杀比征结 353块钱到手 17比6的人头术 然后利贵的经济继续保持领先 两下三下可以D了 D加框 TB过来以后呢 直接被对方小熊吓跑 9%再给上一个网 往前走 给剪甲 TB开始贴身 给输出 A的大招砸过来以后 9%这波有点危险 但是马桶能不能走得掉 是个弯件的问题 萨尔这块应该是没技能了 没有技能的话 要被小熊刀缠绕反杀了吗 缠绕 我缠绕 我缠绕 那出了就死了 出了以后是必死的这个地方 现在液体的经济已经是领先了1000加 击杀到这个solo以后是领先了1000加 现在这个版本因为线上的刷钱 就是收钱的这个刷兵线收益太高 收益太高 所以导致就是前期如果你过度游走 和过度对对方进行一个击杀 以及拼了命的去支援的话 其实反而会变成一个劣势 很容易就是打着打着就变成劣势了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是2000加 液体领先 VP目前 TB的经济已经是杀到了几方的第一 德鲁伊的装备现在是灰耀已经出来了 15分钟灰耀 8000块钱的经济 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德鲁伊这个英雄毒肥没有用 他毒肥最后的结果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德鲁伊偷家 必须是有一个队友 就另外一个至少另外一个队友能够在正面团 去帮他吸引足够多的火力 但是这双比赛液体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拿一个伐木机出来是比较合理的 萨尔这块有框大的但是周围的输出队友不在 这还是在找马桶 这个时候开始再过来去抓这个马桶的话 感觉是有一点问题 而且伤害还是不够 萨尔不在的情况下没有输出 TB不在 萨尔不在的话控制不足 TB不在输出不足 看看A的这个打招能不能砸中 对砸中了一个萨尔 没有砸到小男家 这里MIRGO又是直接带走了萨尔 那这样比赛VP就悬了 VP真的是悬了 所以不偷家的德鲁伊到底怎么打 不偷家的德鲁伊一般只能是打射击德 因为现在大家在拿人方面 还有对于小熊的这个击杀方面的主动性 比以前要强太多了 以前杀小熊啥都不给 现在杀一个小熊三百块 那谁不杀你的小熊啊 肯定我要去把你的小熊给你干死的 马桶不玩射击德也是因为队伍的需求 马桶的射击德其实也是绝活之一 他的射击德打得很好 只不过现在在不断的版本的变迁当中 这个射击德的一个优先级被降得太多了 这里又是被液体找到一波机会直接锤死 VP这样比赛在十七比十的人头数的情况下 领先七个人头落后三千斤里 自己的六个外塔现在只剩一个 对方的六个外塔呢一个没掉 话说VP如果是落到败者组去打比赛的话 这个败者组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啊 没掉过的经济现在已经是刷到了第三名了 这样比赛VP基本上凉了 因为现在VP要面对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输出不够打不死伐木机 你打不死伐木机的话 你就没法去杀对方的小熊 你不可能去当着一个伐木机 当着对面剧毒神牛AA的面 你去强行去击杀对方的小熊 这个就跟送团灭没有区别 给上一个网 帕克看见对方也没什么欲望 所以想加开大 还是想过来先去找这个德鲁伊的本体 萨尔框大给上以后 剧毒绕过来给交大 神牛一个跳大 然后三连给一套 马桶被击杀以后 AA的一个大招飘过来 是砸到了这个TB TB有机会换险吗 没有 没有 没人给我带走了这个TB 那么这个位置看一下剧毒被杀 剧毒被杀的同时Solo也被带走 那么剩下的人是不够有足 没有足够多的控制 能够去击杀掉这个伐木机的 我发现这个位置还在不断的去秀操作 但是周围有一个蛇伴 这蛇伴又是点死了自己 双方在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液体是拿到了4000加的领先优势 而且是杀掉了你的TB 帕克虽然没有死 但是帕克现在在这个正面战场 是不足以构成威胁的 现在唯一对于液体来说的危险 就是一个TB 只要TB不是无解肥 只要比赛咱们打都好打 帕克开始去补大根了 发现自己输出不够 但是这个大根出来以后 对方笛子也有了 不要让TB换过去了 好吧 我们要注意到 神牛一个板 板封一下 果然是每一个板必须封住一个人 封队友也是可以的 一波A的大招砸过来以后呢 是跟九八战完成了一波互换 互换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小拿家死了 没有大招能第一时间去找合牌德鲁伊 那Miracle的这个拔木机 直接顶了前排的话 你是拿他一秒半不都没有的 神牛这里又是一个版 成功地封住了Miracle 相比赛现在打到20分钟 14比20的一个人头数 经济差是4000加 TB目前的经济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装备 甲腿 魔龙枪 在一个单刀过渡以后 准备直接去做PKB 那也就是说这个TB 至少还需要1万块钱的装备 他才能够在正面战场 对于对方的这个FMG 有足够多的威胁 目前他的这个输出 打FMG基本没用 这里液体在打肉山盾 VP是包围过来 这里给上一个框 接着去看一看 对方人的一个位置 由于现在只有FMG 跟小熊两个人 在打这个肉山盾 打的比较慢 液体这边也是不想冒这个险 因为毕竟在这个附近 树有点少 树有点少的话 FMG的发挥空间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大哥这里又是一个法球 飘进去 再看你一眼再还在打 大哥又是一个法球 看到肉山已经没多少血了 这口小男嘉已经准备放大过来了 看看还是 小男嘉开大往里走 肉山还剩一点血 进来把肉山打完了以后 一眼就能拿到肉山盾 小男嘉抢到了盾 然后呢 自己准备是直接交盾了 在这个地方 小男嘉在这表示帮帮我 这谁能帮得了你啊 这谁能帮得了你啊 这帮你不是开玩笑了吗 那小熊一个好直接下跑 那萨尔一个框大 留住对方两个人 然后自己一张TP回家啦 带死啊 萨尔这个框大原地 把对方的神牛 跟这个剧毒两个人的技能都封上 然后TP可爱有点厉害 这波打完了以后 TP的经济反而是超到了全场第一 因为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刷钱 刚才打肉山盾这段时间 TP一直在刷钱 没有过到这个正面战场 小男嘉开着大招 过来把肉山盾了 肉山盾拿了 虽然是秒交 但是还是不亏啊 还是不亏 搜到这里给上一个任劈势 不过Miracle 并没有选择是直接冲上来 这个时候就是 非常标准的一个伐木机站脸 伐木机起脸去拆打 这个 这一个大根怼一下 TP也变身 出来先秒伐木机 伐木机这个地方直接被秒了 小熊呢 有没有能留小熊 好像没有 这里在恶念别睡 盯过来一个大熊 大狗熊被盯过来以后呢 小熊过来掩护一下 小狗熊这个地方是要吼吗 A的这个大招砸上来 这里一个老陈传送 但是TP还是要死 这完了 这个不传还有机会能换血 传了肯定死 TP这波真是太僵了 TP这波死了 等于你杀到伐木机 创造出来这个优势没用了 德鲁因一个野门咆哮呢 又是把帕克带走 这样的话 等于双大哥都凉了 双大哥都凉了 向他家这里开大 然后帕克百活 萨尔框大留住两个人 看看先杀谁 现在还是想先杀这个 德鲁因 德鲁因被带走以后呢 马桶这个地方再开始被输出 萨尔选择买活 出来要留人 萨尔这个地方死了以后 选择要出来留人 但是好像对方并没有要走的打算 看到你萨尔买活了以后 我知道我这个如果直接往回撤了 肯定会被你留 所以干脆不走了 等自己的队友复活 赶回到战场 这个正面战场 因为现在没有TB的输出的话 伐木机还是不好杀 TB更准确的说 没有TB变身的输出 这个伐木机还是有点打不动 无所调的伐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帕克这个英雄是我觉得整个游戏里面最适合去出5G大根的英雄没有之一 因为他的多次切入还有他技能的CD跟这个大根的这个CD基本上配合起来相当的完美 不过在等级方面VP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从刚才这个TB的幻象被打掉只给了30块钱能看得出来就是TB目前只有15G TB只有15G 然后16G了刚刚升的应该是 帕克是12G而伐木机现在已经是达到了18G 经济方面现在双大哥都是领先TB 下落萨尔这个东西被留住 老陈给了一个大招但是还没有遮盖来 打伐木机就大引刀就行了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把大引刀就解决了 墓中仙巾会 墓中仙巾、畀岱而且双方ashed 老山、关山靠。 贼边的刀强 扶行 其实打伐木机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管你 不管你的这个被动 就是爆自己的攻击力 把自己的攻击力爆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在整个DOTA这个游戏当中 所有输出装的提升 它的成本远远要低于这种防御性的装备 所以到了后期 就是到了游戏真正的大后期 比如说这一场游戏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般情况下在最后的装备的选择上 大家往往会选择去放弃掉一些这种肉装 而转而去出一些这种输出装 这个TV第一时间并没有开大 小男嘉开大往前走 萨尔呢 萨尔已经死了 没有框大 这里换血上来还是先杀小熊 开BKB过来把德鲁耶尔还差两下 这里一个大哥直接怼死 老陈选择他买活 老陈被杀了以后直接选择买活 在反战场 这个TV只能往下走 TV这个在出兵线上那就完了 没有换血的情况下 这个TV是完全打不过对方的 直接被带走 老陈这波买活也是白买了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这马桶的德鲁伊直接买活 出来以后呢 看看这个九夸杀 九夸杀的小男嘉被带走 萨尔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小男嘉睡完了对方以后 等于是没有任何意义 小男嘉想着买活 出来以后 萨尔这个时候已经活了 但小男嘉又没打 小男嘉的打招又没了 德鲁伊接着开始强拆 开始强拆 GH的神牛是被击杀以后 被秒掉以后也直接买活 下路高地塔被拆 小熊这个时候继续拆建筑物 TV被杀了以后呢 现在还有10秒钟复活 那下路这个高地肯定没了 应该是可以直接 应该是可以直接把VP给打 打GG了就可以了 因为TP就算是买活了 复活了他也没有变身 这里一个联系 D共和一个德鲁伊 德鲁伊这个位置是TP落地 开BKB 然后强行A死 这时候开始A Miracle的法姆基 法姆基风胀吹一手刺劫 No one则是被A的大招 开过来以后直接带走 小男嘉给上一个网 这里法姆基接着在这个 正面战场上站着 反正现在皮已经满了 皮的层数肯定是满的 这里神牛一个板 板中四个人 老陈是开了一个大招 但自己仍然是被对方直接带走 这里小男嘉冲过来给上一个减甲 还在A这个Miracle Miracle这个地方有希望 但是风杖吹起来落地以后 再接着A Miracle过来要反打了 小男嘉开大掩护一下这个TP撤退 那自己的这个中路的高地远程兵 还是被蛇蚌直接给点掉 然后Liquid继续去拆你的三路 TP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这英雄没用 TP这块一个大招 A的一个大招过来以后 TP落地直接被法姆基带走 这样的话VP打出了GG 恭喜液体2比0战胜了VP 2比0战胜了VP 这个可以的 这只液体现在有点厉害 行了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第二场比赛不像第一场比赛 打得那么跌宕起伏的 也是比较简单的粗暴 就结束了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接着下一轮的比赛呢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迷你司机打 迷你司机打OPT 我没记错的话是 最后一轮好像是TNC去打VG 我记忆中 下一场迷你司机打OPT 没记错 行了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是三王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 下一场比赛见